说到宋朝,一定会提起秦桧,他不仅一生毫无贡献,还激进毁了南宋抗金的统一大业,放到哪朝哪代,都是个十分标准的奸臣。 不过这秦桧不冤枉,是个奸臣不假。 与秦桧同一朝代,一样被冠以谋害忠臣的潘美,潘人美却是十足地被污蔑了。 与秦桧有《岳飞传》一样,潘美也有一个杨家将,正是这一厚汉厚人所编撰流传的故事,像一个开国元勋一般的人物,将成了极贤度能的小人,直接致使了一位能臣猛将,在千百年间遭受尽了百姓的唾骂。 这时候就有人想问了潘美不出兵,导致杨也被围困战死,难道不是事实吗? 要说是事实,在杨业危难之际,确实是潘美没有出兵相助。 可这事情,到底是分个轻缓重疾? 别说是个当官的了,但凡是个成年,做事也都不能。 事想一出,就退一步说,假设潘美也是遭了敌军伏击呢? 杨业的死还能安在潘美身上吗? 潘美出生在十六国时期的后汉,年幼诗人如其名,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俊俏郎生。 因父亲在后汉有官职的缘故,潘美在年少时便进入府中担任典业的职务。 也正是因此,在潘美年少时期,就深度后汉当时官场的黑暗。 时常对身边人说后汉要玩了呀一类的话语。 在郭威发动兵变建立后州之后,潘美就跟随在柴荣身边当侍从。 等到了柴荣上尉,又跟着柴荣当了一段时间供奉官。 后英做事做得好,得柴荣信任,在后期去充任了。 后州西部边境的军事首脑。 直到赵匡义发动陈桥兵变之前,潘美一直在此地担任官职。 等到后州破灭,赵匡义推翻北州。 建立宋朝之后,赵匡义处于对潘美的欣赏, 便对潘美赋予了重任,让其去对当时北州的执政。 大臣宣布改朝换代的圣旨。 因为这一次宣判圣旨的任务潘美完成的极其出色, 还受到了赵匡义的夸奖。 在李重晋叛乱时期,赵匡义前往亲征之前, 还将潘美放到了昭桃使使手信, 得营中去充任了助手一职。 带到战争胜利拿到了军功的潘美, 被赵匡义就地任职。 成为了扬州的巡检, 带实行政府工作。 三年后, 赵匡义在灭掉王端后, 拿下湖南这块地方后, 又将潘美任命成为了潘州的防御使。 而潘美的表现, 也确实没有辜负赵匡义的期盼。 他在潘州驻守期间, 多次带军击退了南汉的进攻。 后在治理期间, 潘美还主动带军去清扫了。 附近常来打劫喜略的蛮蚁, 维护了地方安稳。 这些事件, 都是在潘美驻守潘州的一年间所发生的事情。 等到了潘美驻守潘州的次年, 他又从赵匡义那里, 接来一封圣旨。 随军帮助兵马杜坚, 一起攻克了陈州。 打下这块领土后, 潘美又回到了潘州, 继续驻守比喻南汉的侵扰。 因为在此之间积累下来的战功和对南汉深厚的战斗经验。 在宋朝举兵将要对南汉发动灭国战争时, 潘美就在其中担任了行营诸军都部署的职位。 战争初期, 潘美带领军队进攻复州。 在人员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下, 潘美仍然攻克都城, 大破南汉军队。 这等战绩, 直接打得当时南汉军主新产, 刘长直接派来使者向潘美求和。 希望潘美能够放过南汉。 面对刘长派过来的使节, 潘美没有鞠躬自傲。 他依旧谨记自己身为南汉将领的职责。 亲口对南汉使节宣布了赵匡胤对南汉的意思, 也及时让南汉举国投降, 归顺南汉。 即便头上有潘美这个威胁, 仍然是没有选择投降, 还是派出了刘宝兴阻击潘美所携带的军队。 最终, 两支部队于南汉都城广州前120里的山谷处于底。 因为这山谷地处进入首都要爱的缘故, 刘宝兴在知晓潘美行进方向之后, 就派人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防御设施, 以好阻击潘美的进攻。 对此, 潘美没有直接出兵攻城, 而是选择了和刘宝兴对垒。 在对方的壁垒之前, 修整军队建造军用防御设施。 等待南汉军队逐渐松懈之后, 潘美举火点燃了刘宝兴用竹木所搭建的壁垒, 趁着大风点燃了南汉军队营地。 在南汉部队慌乱之际, 派出了自己这边的精锐部队, 冲散了多达十几万的南汉驻军, 斩首了数万有余。 在这最后关爱被突破之后, 整个南汉也自然就没了可以与攀美抗衡的力量。 在广州城后方的刘畅, 直接在当天被攀美俘虏后, 被攀美押送京师, 成了首个被南宋俘虏的他国皇帝。 因为这一层军功, 赵匡印直接将攀美封贝了山南东道节度时, 从府籍官员一跃成为了地方大力。 后面, 宋朝又将岭南道转运使的职位给了攀美, 让其帮助平掉岭南的叛乱。 接到这一任务后, 攀美便领兵出发,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, 就让岭南恢复了安稳。 等到974年, 赵匡印又盘前攀美与其他将, 领带军到了湖北荆州一带驻军, 为的便是讨伐当时的南唐。 在攀美到达之后, 宋朝廷就将其升任成为了周到的行营独奸, 掌管军事职务, 与曹兵一起进攻秦淮。 攀美在船只不够, 难以渡将的情况下, 带领军队渡过秦淮河, 击败了南唐军。 带到南唐军队多达二十多艘的战舰, 走水路来突袭时, 攀美又临危不惧, 指挥军队击败了南唐军, 不仅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, 还拿下了敌军的多艘战舰, 快速充实了宋朝的水军力量。 后面, 攀美又进军南唐都城, 大破金陵十万水军, 拿下胜利, 擒获了南唐后主。 接着, 不过两年, 南宋又将在地方担任截度使的攀美叫了上来, 让其辅佐党进攻打北汉。 虽然因为辽国的原因, 这场战争不如以上几场灭国战争那么顺利, 可也依旧是拿下了战争的胜利。 待到北汉灭亡, 北宋完成阶段性的统一后, 攀美被任命成了幽州型辅士以及三角度部署。 这官民虽然听着麻烦, 实际上就是让其负责宋朝北部边境的防守工作。 在这段工作期间, 攀美也多力战功被提决, 成了韩国公。 走到这里, 也算是到了攀美权力的最高峰。 他从一个打砸的小关, 做到北宋的韩国公, 完全是一步步拼着战功, 靠着几场硬仗, 才拿下了这一高位。 攀美在过去和赵光颖的关系还算凑合, 使对方心中的良将可在赵光颖心中。 却是有些不尽然。 而不巧的是, 赵匡颖死得还挺早。 在这一时期, 宋朝的皇帝还就是这个赵光颖。 光是这一点就注定了, 攀美压根没有害死谁或者是救下谁的能力。 杨叶的死亡, 其实通篇和攀美就沾不上什么关系。 事发在986年, 赵光颖让攀美和其他几位将领北伐, 攀美负责燕云十六州, 而曹兵等人则是负责攻打辽国。 攀美在战争初期打下了燕云十六州的环州, 而作为主力攻打辽国的曹兵, 则是在与两军的战争中失利, 赵光颖下令撤退。 就在此期间, 辽国带兵南下想要消灭攀美这一支力量。 杨家将主角的杨叶就在这时对攀美提议说, 现在辽国刚刚打了胜仗, 士气正盛, 我们现在不应该和对方交手。 这话本身在理, 攀美也十分认可。 但将军认可有啥用啊? 当时驻扎在军中的监军王参, 却是不同意杨叶这番说法。 两人在争论一番后, 王参算是记恨上了杨叶。 而因为官职不如对方的缘故, 文官王参的想法最终被复制于行动。 在迎击敌人之前, 杨叶还对攀美痛哭流涕, 诉说自己对于朝廷的忠心, 并主动提议由自己带领三千精锐 于山谷中迎辽国。 由此, 也就有了攀美不去支援杨叶自己战死的事情。 有了王参这个潜质条件后, 大家大概都能想得明白 攀美为何没有去救援。 他虽然是名义上的一军统帅, 可跟皇帝的距离就比不上这个监军王参。 他要敢去救援杨叶来等着的 就是被王参告密之后的惩处。 而王参这人, 身为一个文官, 又真的有那么大胆子 去针对一个领兵的将领吗? 这之中没有赵光义的授意, 恐怕是难以解释得通的事情。 就此, 如果攀美去救了, 那等待的惩罚 可不会是革职这么轻的惩罚。 这种情况下换作谁, 都不会去救杨叶。 毕竟不去救杨叶, 死的还只会是杨叶和那三千精锐。 如果去救了, 可是保不准要死多少个人。 通篇一说, 王参与赵光义 才是应该站在耻辱柱上的杀人凶手。